好 馬上來看 這個禮拜台北股市 真的投資人心上要很大顆 真的是練大家的心智 怎麼會這樣子 我們看這個大盤 本來大家說萬六失而復得 好險 差不多 應該OK了 沒想到又跌破萬六 那月線也失守 台積也是 現在又到了600元附近保衛站 想先問一下我們現場來賓 台股這個金牛還會繼續漲嗎 Yes or No 民調調查 政治區2比1 兩位都覺得會 哎呦 股票區都說一半一半 正行 我們先來看 你們兩位都覺得不是很透懂 你的Money Money Money 你還在啊 首先為什麼Money Money 會要質疑是說 公債殖利率到底為什麼 一上來大家就會怕 簡單來說 如果公債殖利率上來 就像我們這禮拜 建設長提到說 如果公債殖利率要2% 那台積電的股息殖利率 跟2%一樣高 那是不是錢會往公債跑 我認為這個理論不太能接受 原因是買台積電 不會是想領殖利率 但是話說回來 如果公債再往上走 那有些非台積電的資金 會不會想要往在市這邊跑 因為之前這個指標出來 每一次破了這個 差不多2%或2.5%的關卡的時候 股市就會大震盪 所以大家很擔心 這一次會重演 不過之前好幾次 因為它往上是因為 也有升息的背景 現在還完全沒有 升息是不用擔心 但是我們是一個預期心理 大家要知道 這是十年期公債 不是一年期公債 一年期公債 那是不會動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一年不會動 可是這是十年期公債的預期心理 所以大家認為什麼 最壞的景氣時候過了 老實說 殖利率 十年期要默默的往上漲 但如果漲到哪裡 我給大家一個 絕對的數值是2%以上 它就會真實的 讓資金出現流動 現在老實說 1.8%你真的會拿錢去買 十年期1.8% 我想大部分的資金不會這樣做 可是但往2%跟2.5%的時候 它會造成真正的資金開始流動 那到資金開始流動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造成 money money money的改變 所以你說出現了2%以上 目前來看的話 是一種心裡面 不是真實的錢 從股市移過去 所以你剛剛取的一半是說 現在還好 2%以上加起來 現在在資金上是還好 台積電可以買嗎 我們先來看這一個 我們在這邊畫 這像什麼 不想講 不想講這個字 所以這個麥當勞的 這個麥當勞的重點在哪裡 這一條季線往上 前一波的景線 所以我說 今天601 重點在587 587真的往下破了 那這個麥當勞就成形了 但是還好 為什麼我們對台股 還是舉這個 因為我們希望台股 不是只有一個護國神山 我們希望是護國群山 怎麼說呢 剛剛說了601跟587 是不是接近這個 1萬5的位置 台積電接近1萬5 我們說指數是1萬5嗎 不是 我們指數是15800 那這800的差距是誰叫成的 群山 我們已經不會是一個護國神山了 台外已經浮現群山出來了 最明顯的是台座市榜 所以這次上一季 我們在進行的節目 跟大家講個塑化族群 現在已經開始發酵了 我們希望資金比較過分的提高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群山 可以讓台積電不要一個人守得這麼辛苦 但是台積電的話 我就是論事 我要跟大家說 587必須要守住 否則的話短線上 可能會顯出比較長時間的震盪 其實長時間有人想要去減低 好 減低 簡單來講 你也不要說 總編說587 我們就剩587 然後等一下就按下去 不是 買股票不是這樣買的 因為你往下踢的時候 叫接刀子 接刀子一定很容易被刀刺穿 所以是當它這樣 如果它這樣回來 587以上 你要去接 不是 它這邊沒有轉上去 你可能說真的 還生不見得就知道 這裡是500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不要去拆底部 真的要去接反彈 是等它底型打出來的右彎 反而相對安全 OK 好 謝謝政賢 來看一下文恩 你怎麼看 現在台股的阿蘇 破月線事件不妙了 真的有一點危險 因為我還是從個股結構當作出發點 這個頭看來也很刺眼 對 如果說你手中的持股 是三大法人連續站在賣方 就像你仔細觀察的聯電 從59塊錢 我們就看到外資每天就是賣 每天就是賣 利多利空就是賣 所以說這是台北股市 第二怪事 那第二怪事 則是來自於利多不漲的 葉水部分 你仔細觀察 其實現在很多科技廠商 他們每天都好多利多 利多 嚇死人了 利多就是開高走低 利多就像你每天早上起床 一定會看到被動元件的利多 結果每天都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 而且還出現往下的 葉水跳空的 葉水缺孔 那剛剛政賢 是要出貨文嗎 基本上法人已經開始 慢慢在被動元件 轉買為賣了 轉買為賣了 所以說你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 有出貨的葉水疑慮 那如果說我們再看下一張字卡 更明顯 下一張字卡的話 你仔細觀察一下 現在單純就一個水融資融卷的 葉水態勢來看的話 融資它是不斷的增加 尤其三大法人 在外資的葉水部分 在新春開紅盤到現階段 他至少針對台北股市 賣超高達1500億 可是閃貨投資朋友呢 就是很勇敢的 去衝衝衝衝衝 拼命買 那拼命買的 葉水情況之下的話 籌碼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 葉水混亂 甚至剛剛大家所提到的 目前大家說 你買台積電了沒 等於說很多人看去買零股 而且台積電的葉水股東 已經高達有84萬人了 那這樣高達84萬人的 葉水情況之下 我是外資 我當然把貨到給你們嘛 你們一個人5張 一個人10張 我這樣可以到多少貨給你 所以說這目前籌碼比較混亂的 另外一個因子 那更重要的葉水地方 這個小利空大家稍微要謹記在心 今天早上傳出說 高雄已經不支援台南的 葉水供水了 水都不夠了 現在水情越來越嚴峻 吃井 對 所以說大家真的要節約用水 因為只要是電子的一個廠商 大部分不管包括晶圓代工 不管包括面板PCP 他們都需要用到大量的葉水水 那當然祈求老天爺 趕快給我送我們颱風 以前我們很討厭颱風 現在希望趕快有颱風來 不然的話以台積 這時間點很少有颱風 要想辦法生一個 有要上個月 上個禮拜有一顆就跑到菲律賓去了 跑到菲律賓去了 讓希望老天爺賞個連貫 求雨就對了 對 那更重要大家要注意 外資的葉水動態 不要瞧不起外資 外資賣真的會跌 就像台積電連夜 都是外資賣下來的 所以這些散戶你很擔心他們 如果融資再持續的增加 因為現在大家養成純股的習慣 我買個50股 越跌買越多 甚至我的親戚朋友 還可以買一股的大力光 然後跟我講說 謝老師我賺了1800塊 等於說大家現在有這種 零股的業主交易 所以說一般投資朋友就很熱衷 那零股交易只能做多 不能放空 所以說大家一直做多 一直做多 籌碼就變得比較混亂 這比較值得憂心的地方 OK 好 給大家提醒一下 這個時候有一些股票 還是很活跳跳 像解封 概念國這一些 可以再繼續投資嗎 我們先進文告